减少环境影响的建材制造公司 您会考虑投资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Amarina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 澳洲总理Morrison表示 如果80%的澳洲人接种完成两剂疫苗的话 那么这些人将被允许去出国旅行 同时呢 部分的签证持有者以及留学生 将会被允许进入澳洲 根据官方显示的接种数据来看 80%的澳洲接种率 最快将会在11月中旬左右达成 也就是说澳洲可能在三个月内 就要对外打开国门了 那么这个消息对于航空运输 以及建筑行业来说是非常利好的 这段时间呢 航空板块的这个股价走势也是非常喜人的 对于建筑行业来说也是同样的 前段时间悉尼受到疫情的影响 建筑行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停工 而这些停工就直接导致了澳洲 美洲几百万澳元的损失 澳洲的解封呢 也会使这些建筑公司进一步的复工 而这些企业对建材的需求也会上涨 同一时间段 海外人士对于租房以及购房的需求呢 也会充分抵消前一段时间进攻令 对于澳洲整体的负面影响 甚至是带动建筑行业的上涨 因此我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建筑材料的公司 James Harding 他的股票代码是JHX 他是一家全球性的建材公司 也是纤维水泥最大的制造商 纤维水泥呢 是一种复合性的建筑材料 由于它有着非常强的强度以及耐久性 它被认为是非常适合用于建筑产品的一个材料 它的耐火性以及重量轻等等的特点 使得它被广泛应用于屋顶和墙板的制作 除了在文章开头提到过的开放边境这个原因以外 还有以下两个我看中这只股票的原因 一是各国基建计划利好建筑行业 第二个是这家公司生产的是相对来说 比较环保的纤维水泥 而环保是个大趋势 James Harding 他的主要地理市场为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欧洲地区的 受到疫情的影响 为了刺激本国的经济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 纷纷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刺激计划 以及基建计划 而基建计划当中就涉及了 大量包括水泥在内的建材需求 而将建材出口至主要发达国家的 James Harding 他也将是基建计划当中的受益者 同时呢 由于他并没有在中国的市场 因此也不会受到中澳贸易限制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 绿色环保和碳中和是一个大趋势 比如中国从几年前开始就推行垃圾分类 充分利用了可回收产品 然后到中国开始推行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 再到近期国内开始大量的进口天然气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环保的能源 希望它能够用来代替煤炭在制造业当中的使用 国际上呢 2015年巴黎协定正式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 目前有178个国家签订了协议 一起监督并且推行减少碳排放的一个任务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水泥生产过程中是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的 而纤维水泥呢 不管是在制造上也好或者在施工上面也好 比除了像木材以外的所有材料需要用到的能源都要少很多 那除了这个环保的特点以外呢 纤维水泥它是100%不含石棉以及甲醛等有害物质的 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也不会产生有害的气体以及辐射 因此制造这个产品的James Hardy 它的长期发展来看潜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